佛朔五常见 主位菩萨 主位理学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放张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学习 这部佛朔五常见 关于这《无常》《扎汉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说 《无常之苦,苦之无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明真是正观》 佛陀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间呢? 就是要观察这个世间的所谓的诸行无常 那么既然是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无常的 所以佛陀讲无常即苦 在一切的生灭当中 种种的无常败坏生到病时 那么这个整个人生当中 都是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没办法主宰 所以无常的变化当中 它当下就是一种苦恼像 那么苦即非我 就是因为苦 所以就没有一个常有主宰的我 能够主宰自己主宰外在的七世间 那么既然没有我呢 非我者亦非我所 没有我 就没有我所拥有的这些 这个家庭眷属 那么这个依报的房子、车子、财宝 这些都是靠不住 这些也都是无常败坏之法 佛陀讲的 如是观者明真是正观 我们能够经常用无常的智慧去观照人生的 那么这就是一种真实的观照 观照一切法 无常即是苦 那么苦即是非我 那么非我就非我所 所以这个 这个 就是无常观的最好的 就是这一部剑 学习这个无常见 那么上次跟大家 介绍到这个无常见的 黄毅大师做了 一篇的续文 请大家翻到第四面 第四面 前面第三行 下面的地方来 经易于唐 其实流传未广 诵者盖焊 就是说这是唐朝 这个《义经三藏法》是所反译的 那么翻译的时间是在唐朝 当时《义经三藏法》 其实并没有广泛的流传 所以读诵的人也不多 那他下面呢 有一个瓜佛里面呢 我们看 这边瓜佛里面的这个文字 大家合掌 日本沙门最诚险戒论 开释大唐共民出家 不期府官 明句第五十一 转友当院行者 赵元吉 年三十五 冠金赵府 云阳县 荣原乡 修德礼 或贞观为父身无己 宋无常经 一卷等 好 我们再说明一下 这一段这个文字 我也是很不容易才把它弄 有点懂 他这边讲日本沙门 当然是现在日本 当时的有一位出家师傅叫做 醉成 这个醉成大师呢 是日本当时天台中的祖师 他做了一部论叫做险戒论 他在这部险戒论当中呢 总共有三卷 上中下三卷 在大政杖里面是第七十四册 大政杖七十四册里面 他有三卷 他三卷当中呢 总共他列出了五十八篇的论文 那么当中的第五十一篇呢 就是开示大唐共民出家 不期服官 名据五十一 所以以前 古时候出家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要考试的 考试即可呢 才允许出家 才有那个度叠 度叠 那么在这 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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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这个 集冠居住地了 住在这个金兆府这个地方 当时唐朝 然后 诸府当中呢 有一个府 叫做金兆府 那么金兆府里面 的一个县 云阳县 住在 隆云乡 在修德里 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地方的人 那么他呢 父亲呢 父贞官 父亲呢 在 贞官的时候呢 是一个 是一个 父身无习的人 等于是 没有固定户籍的 那么他父亲呢 又归于三宝 他父亲的法名叫做 慧欢 慧就是 这个恩慧的慧 帆呢 就是 帆三月年的帆 那么他父亲 当时是住在这个 宝寿寺里面 宝寿寺 那么经常诵经呢 那么 也有诵这个 吴长经 那么这个 这个诵吴长经 一卷等呢 这个等就是 他还有诵其他经典 从这个 显经论上面呢 他提到呢 啊 我现在 也送这个 一部的佛华经 送维某绝经一部 送这个金刚经一件 送药师经一件 送阿弥陀佛经一件 送云南盆经一件 送云南盆经一件 啊 也就是说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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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呢 都是 信佛的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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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面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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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为世间流通于世其力最普 愿略俗之 呃 这边红毅大师讲呢 就是说 从 宋朝元朝以来到 红毅大师 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呃 呃 这部《无常经》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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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 判这一部《经》呢 呃 呃 这个就这样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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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唯一之序 这个主其实就是相同于这个苦字边那个主 就是请托我作为一个序文 那么这个时候黄毅大师自己讲 《切未世间流通于世奇遗罪谱》 他自己认为这一部《无常经》 流通在人世间的这功德力是非常广大 能够普遍的利益众生的 因此他就帮忙写一个序 同时他下面列出了这《无常经》的七种的功德力 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种的功德力 大家合掌 经中数数老病时三种法不可爱不光者不可念不称义 宋世经者痛念无常经济向导其利益 下面黄毅大师他这个列出了七种的利益 那么第一种利益他讲到了所谓的这部经里面 不断的在这个重复老病时 这三种法是不可爱要是不光哲 是不可思念是不称心意的 那么能够经常读上这部经呢 我们能够通电无常 能够发起精进向导的心 这个老病时 尤其這個生病我們可能感觸會非常的深 關於這個生病 我一大致講 怎麼樣面對這個病苦呢? 雖然是這個老病時是不可愛不光澤不可念不正義 那我們就還沒往生之前生病的時候怎麼樣關在這個病苦呢? 我一大致講 病是無備良藥 消盡成款妄想 去腹此生虛患 生命苦控無常無我關門 皆有病進額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生病 不管大病 小病 乃至感冒發生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乃至生大病 我一大致講 你要面對病的逼迫的時候 當作是一種良藥 怎麼樣講說這個病苦是良藥呢? 我一大致講 消盡成款妄想 我們生病的時候 生理強勁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 很多的攀遠心的活動 你們這個時候 一生病的時候 內心就會看得比較開 看得就能夠不會那麼執著 消盡內心種種的妄想 其實去破此生虛患 那麼一生病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到 這個攀身真的是非常脆弱 而且不真實 虛患不實 那麼有時候 一個感冒花燒 那麼或者說 一個牙痛 通通通的這個 晚上也沒辦法睡 其次 怎麼關待這個病苦呢? 生命苦空 無常無我關門 透過這個病苦 我們就知道 這個攀身是苦空 無常無我的 那麼 因為生病我們才能夠身體這樣的觀照 所以偶依大師講 這個生病是對我們來講 最修道的量 是良藥 所以偶依大師欠免我們生病的時候 要做三種觀想 第一種就是隨緣消休夜想 我們過去 造一些罪業 現在修道 身體 一些感冒 發生 所以逼出來 生理一點病苦 第二種觀想 就是轉重令輕受想 這如同金剛心講 這個應該要墮落到三兒道 那麼因為 精進的修道 能夠把三兒道的罪業 那麼 這個變成 生一場病 那麼這個意義就修了 第三種觀想 就是帶眾生受苦想 那麼我們 生病的時候 也生起這種所謂的 帶眾生受苦的 這種 這個觀想 願意 那麼希望 我 我跟一切有病苦的眾生 都能夠離不得了 這個是第一種 利益 所謂的痛念無常 精進向道 其次 下面呢 講到第二種利益 我們看下面的 這個 洪一大師講的 正經文字 是不欲三百億 祭誦 僅千數十 文約一封 便於慈誦 其利益 這邊講到這個 讀誦無常經的第二種利益 就是 這部經呢 正式的文字呢 沒有差不多三百個字 那麼 再加上祭誦 那麼 這個 也 沒有 非常地多 這個 經文呢 僅僅 一千個字左右 那麼 僅千數十 那麼 文字的非常地簡約 但是 意義非常地豐富 這個便於我們 修道者 能夠讀誦 大家看到 第十三頁好了 講到文約一封 便於慈誦 第十三頁 第二項 生者這位是 永遠近便衰 強烈病屬心 無能免死者 ных 毛病屬心 死亡 龙眼睛变痴 讲到衰老 强烈病所心 讲到疾病 这个老病时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无能免世者 这个四季就把老病之苦说明得非常清楚 叫做文悦逸峰 这是第二种利益 再看到第三种利益 第三种利益 再回到这个前面第五页 我们看这边的第三种利益就比较长了 大家合奏 我把第三种利益把它念一遍 或许避处为宋世间 作淫永生 根本说一切有部 匹难也 杂事卷第四语言 事实善者避处作淫缝生 赞颂经法 其因清亮 上策凡天 时有无数众生 闻其生者 西皆 种植几图分善根 乃至旁生 秉世之类 闻彼声音 无不舍耳 听其妙音 后于一时 乔沙罗 圣光大王 趁白银花相 谊主从者 于后一时 有事出城 虚意于处 善何必处于斯多林内 高深耸金 于是向往 闻音爱要 逐耳而听 不肯前行 欲者即便 推顾正主向中不动 王告欲者曰 可令向行 达言大王 尽力屈前 不肯遗嘱 为之此相 意于何之 王曰 放随意去 笔及众郭便知己愿 于是门外 色尔听真 善何必处 诵经济了 便说是诵 而发艳言 天阿苏罗 耀杂等 乃至谁所住处安乐 使彼向往 闻思宋仪 知其君弼 即便 遥耳俱足 而行 任彼此躯随国而去 其利3 那么 这一段是 讲到 这个第三种利益 这第三种利益 古人讲的 这一里面 主要是讲到的 妙法稀有 温则喜乐 妙法稀有 温则喜乐 这边 洪一大师先讲到的 佛许避处 唯宋仪 作淫永生 这说 一般我们讲 这个 出家的 避处 避处你 出家的 吴宋仪 不可以够唱记 不可以唱歌 那么 这边 佛陀就听许 这个 出家的 避处 出家的 避处 唯宋仪 唯宋仪 就是读诵 无常经的 可以作淫永生 这个 避就是 拉长这个 声音 然后 带有节座的 读诵 叫做 避 一般我讲这个 避仪的 那个 避 避就是歌唱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一部 佛陀是允许 用歌唱的方式來引勇唱頌這部經的 所以佛許譬如說唯頌之間做引勇生 那麼下面就講到了這個 這個 《頌經》的一個典故 這邊是出自根本說一切有部 《匹奈也雜誌》卷 第四卷的這個裡面提到說 佛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比丘叫做善和比丘 他經常讀誦《無常經》 同時用引縫的方式來讀誦 就是帶一點唱頌的聲調 那麼把這個聖經的聲音也拉得比較長 那麼也帶一點這個節奏 那麼這樣子聖經 那麼讚嘆 那麼讀誦逢誦這部 那麼《無常經》 這個贊誦經法 這個這邊的經法 這是指的《無常經》 他送《無常經》的時候 這個聲音也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響亮 這個聲音能夠上策大半天 那麼這個聲音也非常的響亮 那麼這個聖經的聲音也非常的響亮 這個時候呢 有無數的眾生 很多的眾生 聽聞到這個 上來比較讀誦《無常經》的時候呢 內心也都栽培了 這個審託生死的這個善根 那麼 是種子去托分善根 那這個旁生 這個旁生就出生到了 比如說這個 這個附近的天上 附近的鳥啊 比如說附近的蟲類 的眾生呢 聽聞到這個 聖人和比丘 《宋無常經》 這個時候呢 無不色聽起妙音 都被這個 《宋無常經》的聲音 所震懾 就是 後來呢 異時 就是 有一天的時候呢 喬薩羅聖光大王 這個喬薩羅就是喬薩羅國 聖光大王就是當時的波士尼王 這個波士尼王呢 有一天呢 他就坐著 這個 他平常出門做的這個 白蓮花的 這個象王 做這個大象 要不出門 跟著這個 世衛隨從呢 啊 出門 他 他在什麼時候出門呢 在 後夜的時候 我們講 初夜、中夜、後夜 初夜就是 晚上六點到十點 中夜就是十點到兩點 後夜 後夜就是 凌晨兩點到六點 就是他凌晨兩點到六點的時候呢 有事情要出城 那麼 到其他地方去呢 他就做這個 啊 這個白蓮花的象王呢 就出門了 那麼這個 這個做了 像 走著走著 那麼這個時候呢 啊 就來到 善河必出 就當時呢 善河必出 在四多年 四多年 就是七色幾古典園呢 在七色幾古典園呢 裡面呢 高升了 獨聰無堂經 於是 向王 文言愛耀 那麼這個時候 啊 博士尼王 乘著這個 這個 向王呢 啊 剛好經過這個 這個 七色幾古典園 啊 啊 這個 呃 那麼 這個向 聽聞到這個 這個誦經的聲音呢 就主耳而聽 不肯前行 啊 就聽得非常地專注 啊 叫做主耳 那麼就停在那邊 不動了 啊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遇者即便推鍋正主 像中不動 那麼 那麼 家喻這個 這個 大象的呢 這個人 那麼這個社會呢 就 用這個 啊 控制 大象的這個鍋呢 鐵鍋呢 啊 啊 那麼 這個 去 啊 推這個大象 啊 啊 大象也不動 用腳去踹大象 大象也不動 啊 啊 推鍋正主呢 像呢 始終都 啊 停在那邊 啊 不肯向前走 那麼這個時候呢 波斯利王呢 波斯利王呢 又告訴這個 這個 家喻大象的 啊 這個使者說呢 哎 可以 這個 命令大象再往前走啊 那麼這個 使者就回答說呢 大王 我們已經盡力了 啊 在在在 啊 變成這個象 但是呢 這個大象呢 始終呢 啊 這個都不肯走 不知道大象怎麼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嗯 這個波斯利王說呢 那沒關係你就啊 不要再趕他這個啊 換隨意去 就隨他 隨他要走到哪裡去都好 這個時候呢 比這個 這個 使者呢 比起重鍋 變之幾願 就放鬆這個鍋子 不再控制這個大象呢 這個時候大象呢 那麽就慢慢的往這 徐祖祺古具園 啊 這邊呢 那麽走去 那麽走到這個 啊 四的 這個 三門的外面呢 那麽 就停下來在那邊 啊 色而天生 專心的 聽這個 善和比丘的 讀書這個五常經 那麽等到呢 善和比丘 送經祭聊 送完五常經呢 這個時候 最後呢 善和比丘 便說是頌 而發言言 天阿修羅 要等乃至誰所住處安樂 這邊呢 就是等於五常經的經文 大家看到二十頁 二十一面 倒數第二行 好 這前面的五常經的經文 上了比丘 送完前面的經文之後呢 啊 下面就四個寄送呢 啊 天阿修羅 腰叉等 來聽華者 因自心 勇護活化使長存 各個情形 是尊教 諸有來聽土 諸有聽土來自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藏於人士起慈心 作業之身 以法徒 願祝世界長安隱 無邊福祉一群生 所有作業並消除 遠離眾苦歸原集 恆用戒香圖引體 藏此定覆以之身 菩提妙法片莊也 隨所住處長安樂 再回到第六面 所以第六面第一行就是這邊 哪至隨所住處安樂 那麼長安樂到這個地方 那麽這個時候 使筆向我文師送矣 知其金幣 接著說 這個大象也很有靈性 聽到 這個 善樂比丘送 這個無常經 創到最後這個季送 那麽他也知道這一部經 也順緩了 善樂比丘也停下來 這個時候 這個大象 就再一次的搖耳舉足 這個頭搖一搖 這個大象的耳朵動一動 那麽就開始 再往前走了 這個時候 聽任這個使者 家善他 那麽再往前走 這個典故 就出自這個根本說 一切有不疲 那也雜是 裡面的第四卷了 所以 這個大象 來自其他中山聽聞 無常經 那麽 那麽 所 產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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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經的 色塑力 這是第3種利益 所謂的妙法稀有聞者喜樂 妙法稀有聞者喜樂 再看第4種利益 請分長 此土葬儀送今未有成鬼 服侍之志已送世今 毗奈野葬根本說一切有不 毗奈野雜誌卷第18元 佛言必除生日因會供養 必除不知因何供養 佛言因可焚燒 聚受污污不離 前世尊曰 如果所說 於此身中有八萬獅蟲 如何得燒 佛言此足重裂 人生隨身 若是隨時此無有過 身有聚者觀察無聚 方可燒便 與燒便時無才可得佛言 可契合中 若無何者穿地埋之 下宗帝師徒有聚疑 佛言與蟲伯深處 令其匪首又邪而握 以草順之徒 若草若葉赴其身上 送上必除可令能者送上其無常見 並出其徒為其奏願 先到這邊 這邊 第四種例主要是講到所謂的 漢無藏儀此經為犯 這是我們中途 漢帝沒有很明顯的講到佛法的上葬的禮儀 是說佛地址往生之後 或者說佛法的出家地址往生之後 怎麼樣埋葬 我們中途漢帝這邊沒有明顯提到 但是這一部經就很明顯的提到 往生之後佛地址怎麼樣處理這個大體 漢無藏儀此經為犯 所以講來此土藏儀送經未有成鬼 就是說在中途漢帝的這個 護士的處理呢 沒有很明顯的這個處理方式 那麼佛事之志移送之間 那麼佛在世的時候的一個三戰的制度 就是要獨誦無藏儀 所以就是現在有的祝念團 那麼黑豬禮人來自祝祭的時候 也會幫王者送無藏儀 那麼一送至經 這是要獨誦無藏儀 這是佛事之志 佛陀在世的一個三戰的一個制度 就是幫王者讀誦無藏經 那哪裡這個經藏裡面哪裡有提到呢 就是匹奈野藏 根本說一切有部匹奈野雜事 就是這個這部論點裡面呢 有提到 第十八件提到 佛陀講呢 必除生子因為供養 這出家的這比丘 當然包括這個比丘是一個代表啦 那包括比丘 四三摩那 撒咪撒咪撒咪出家的五種 往生之後呢 應該要供養 那麼這個佛陀這樣子講 應該要供養這個往生的這個佛弟子 那麼其他的佛陀的這個比丘弟子呢 不知因可供養 不知道怎麼樣供養 或者我再講呢 因可焚燒 就是焚燒供養 所以到這邊呢 等於就是 這個 焚燒就是等於是佛葬啦 佛葬 所以佛士那時候就提倡佛葬了 那麼接著呢 這個下面再講 焚燒烏玻璃請示尊願 焚燒呢 就是指著 具足智慧德行的人 就是焚燒 那麼下面講到誰是具有智慧德行呢 就是所謂烏玻璃 烏玻璃就是指著 歐玻璃尊者 這慈禮第一的 這慈禮第一的 佛 佛的這個 大弟子當中呢 那麼 慈禮第一的尊者 叫悠玻璃尊者 悠玻璃尊者 就請示佛圖說 如果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獅蟲 如何得燒 如何燒得 其實我們這個身體上有八萬隻的眾生蟲 獅蟲 往生之後呢 還有這個獅蟲 至少都有八萬隻 很多眾生在身上呢 那麼這樣怎麼樣 怎麼燒得呢 佛圖說講呢 身體的 往生的人 屍體上的這些蟲類呢 是什麼樣的境界呢 人佛子的時候呢 人生隨生 佛子的時候他也寄生在身體上面 人死的時候呢 就隨著往生了 若死隨死 所以佛圖說呢 那麼往生之後呢 燒這個屍體 火 這火葬呢 火燒這個屍體呢 是沒有罪過的 那麼但是呢 有一點要注意的佛圖說呢 身有創者觀草無常方個燒兵 其實如果說這個王者 身體有濃瘡 肉眼就可以看到有蟲在那裡動 這個時候佛圖講呢 不可以燒 要肉眼觀察無蟲 沒有蟲呢 才可以火化焚燒 那麼殯 那麽下面 這個 呃 呃 尤佛里尊者在問呢 玉燒病是無才可得 如果說 嗯 嗯 這佛地址網稱呢 附近呢 沒有柴火可以燒 沒有半火化怎麽辦呢 呃 古代也沒有汽油 那沒有木材燒怎麽辦呢 對 佛圖講呢 可契何中 這是可能用個 呃 這個 呃 呃 這個 呃 呃 可契何中 那麽 那麽 這個可以 可以說是一種所謂的 啊 河杖 或者說水杖 那麽下面就是講到土杖 那麽無何者 川地埋子 那麽附近也沒有河川 沒辦法水杖、河杖 河杖 那就是 河地 就是 退而求其次 就是 變成土杖 啊 埋在地裏面 土裏面 那麽 這個 這個佛里尊者在講呢 下中 那麽 那麽 佛陀在講呢 下中帝斯 多有從以 佛言 予以 從伯身處 令其背首 又有邪而握 就說這個 你說要土杖呢 就是 你們 哇哇 夏天的時候 地上 很多的蟲 螞 蟻啊 這個 蟲蟻啊 一挖 那麽 就 殺生了 那麽 那麽 那這個時候呢 批美殺生呢 就 於 從伯身處 就在這個叢林 當中呢 啊 把屍體 送到這個叢林當中 讓這個王者呢 託了朝北 那麽 又邪而握 那麽 這個託的地方呢 以 草順 喔 這個字也查了很久 這個古字 這個草順就是 草編成的枕頭啦 用草編成枕頭呢 啊 支撐這個頭部 嘿 讓他又邪而握 那麽 那麽 這個時候 身臟在用 草 或者說 樹葉呢 蓋在這個王者身臟 嘿 那麽就是 直接放在 啊 叢林 深山裏面 嘿 讓它自己腐化囉 嘿 那麽這個時候 或 不管是 火葬 啊 啊 水葬、河葬 或土葬 或者說 叢林葬 這個時候 送葬的比丘呢 啊 應該 啊 請這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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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送通密的比丘呢 獨送三起無常經 獨送無常經 獨送無常經 嘿 然後同時 啊 奏願 啊 那麽功德呢 回鄉給這個 往生的比丘 啊 往生的這個 嗯 佛弟子 所以這裏就講到了 這個 嗯 火葬 土葬 和葬 或者說 樹林葬 嗯 嗯 豬也想要怎麽樣 埋葬自己呢 這佛陀講了很多種 讓你選擇哦 啊 啊 我們今天上次先到這邊了 嗯 嗯 跟著我念三成佛話 那麽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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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聰也佛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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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保釋崇恩 聰卜痛誠 聰基山刀苦 许酸苦 聰好聖云者 聰化菩提興 bullet Ich heavy body 聰恥福 聰聰一報神 聰互生其樂苦 聰聰積其樂苦 聰厭恩才 prescription 哎呀呀